丁一伯 丁冬 今天晚上 院里篮球赛半决赛 有个队员腿伤了 上不了场 要不你去呗 我跟家林说好了 要回去吃晚饭的 左里不是来了好几个 刚毕业的年轻人吗 个子也挺高的 个子高不代表会打篮球啊 小胡就是个例子吧 再说了 他们刚来 跟我们也没有配合 还是你去吧 行 那我跟家里人说一声 你的家里人 我好奇地问问啊 达梦前阵子 神神秘密地说 你交了个女朋友 还是特别漂亮的大美女 你这家里人 不会就是女朋友吧 他这么说的 对呀 那表情特前奏 不知道买什么关子 是我女朋友 当梦这么说也没错 的确非常漂亮 我受不了了 我这心脏 恋爱中的酸臭味 行了 我先走了啊 晚上球场见 嗯 嗯 喂 晶晶 晚上我不回家吃晚饭了 院里有个篮球赛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牛排我都演好了 院里的篮球赛 本来没有我的 一个队员突然受了伤 也参加不了 怎么篮球打得这么差呀 还居然只是个替补 我明明记得你在高中的时候 是校队绝对主力啊 晓晓姐 我老了 也是 连工你都已经三十二岁了 像篮球这种高强度运动 体力肯内抵不上那些 刚毕业的年轻人啊 你呢 好像 我们一样的吧 不 我不是 我没有 我跟你说啊 前阵子还有明星号 说我有少年感 我之前也是主动退出的 你看他们 一缺人就找我替补 难道没有说明 我的体力和水平 比所里的其他年轻人强吗 好吧 好吧 不信的话 你来亲人验证一下 顺便给我加油 我 身份人带了吗 当然带来了 来不及去食堂吃了 买了个玉米汁 好呀 走 你好 我是腰八的员工 这是我女朋友 来看篮球赛 来 登记一下 来访 背访 都要舔 不好意思 带久了 习惯了 要五八锁的 对 女朋友 来看篮球赛 是 出来的时候 拿饭上来这儿 谢谢 谢谢 饿吗 戴着口罩 怎么喝玉米汁 我 大木道叔说 我交了一个大美女女朋友 我想正式炫耀一下 好吧 那我就成全你吧 小心啊 你都早说嘛 我今天只涂了隔离 而且我都没洗头 感觉颜值只有巅峰的 二分之一 是吗 是吗 嗯 我看看 怎么能说二分之一呢 起码三分之二 过来 玉途 咋子 你跑哪儿去了 这比赛马上开始了 马上到 在门口接金金呢 接谁 金金 好 好 妈呀 哎呀刺激了 小爷 我刚给于途打电话 结果他说要去门口接 那谁来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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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清楚点 我好有 真的 不会吧 不会就是 大梦之前一直说的那个 大美女女朋友 太好了 这大梦之前说得我好奇死了 只想看见这女朋友 到底有多美 来 玉途 来了来了来了 玉途 这儿 玉途是女朋友 怎么看这么眼熟啊 乔晶晶 是乔晶晶吧 什么情况 我们打一联球比赛 还得请你 明星大娃拉队 我会乔晶晶 不是 玉途签了 她是什么呢 小颖 她永远就要是乔晶晶啊 天哪 你怎么知道 她是什么太适合了 小颖 你在 于公有何要吩咐啊 晶晶交给你了 我真的帮你 保管得妥妥的 大家好 我来看于途的篮球赛 随便看 你赶紧换衣服 走吧 我换衣服 大家往那边扶一下 晶晶坐这儿 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晶晶这些呢 都是我们所的同事 然后这位就是于途的女朋友 名字不用我多说了吧 不用不用不用 谁不知道 就是 这也太神奇了吧 对啊 这谁能想到 乔晶晶是我们所同事的女朋友呢 其实没有那么神奇 我和于途是高中同学 那你们高中情侣到现在 抱歉 我们不是八卦可以 没有没有 我们高中的时候都有在好好学习 没有太恋爱 就是多年以后 发现对方都没对象 所以凑一凑就在一起了 凑一 站起来 我可不行 比赛晚上开始了 你拤她干吗 热力有点大 感觉今天 步莹很难收场 我相信你可以的 加油 相信自己老当义壮 我的天啊 轻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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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显示技巧取胜了吗 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啊 好帅啊 我好喜欢 赶紧回家 怎么样 我的真正叫有没有美乐天仙 你让我看一下你的 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弄帅 我来比一下 谁最好看 这怎么比得出来 做对比 难道不要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 相同的灯光 同一个摄影师 同一个地点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挑这么严谨吗 要的 所以 我们什么时候 一起去拍这件照 我来比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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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算是求婚了 当然了 都这么明显了 我就想请问你 这到底哪里明显了啊 所以你就这么轻易地答应她了 你们不会已经领证了吧 怎么可能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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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嘛 于老师不会是这么不靠谱的人 我们打算下周回去见家长 收拾订婚 我是不是 该开始给你策划婚礼了 是吧 这件事情 你必须好好策划策划 这个场地 家宾婚纱还有回礼 我的天哪 我现在想想我头都大了 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啊 想办什么形式的婚礼 日子定在什么时候 这些其实都没想呢 时间的话 下部戏拍完 你下部戏一共就十二集 拍完也就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想策划一场婚礼 你到底有没有结过婚啊 你们看看 这海南还是很漂亮啊 我觉得在海南办婚礼也不错啊 保密性还强啊 对吧 就是这么多人去海南 心事动众得多麻烦呢 阿姨 这个你不用担心 林姐都安排好了 组织安排有我们呢 保证把双方的亲朋好友 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那婚礼放在上海呢 倒是也可以 就是啊 保密性太差 是吧 那老家呢 庆长 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我 我们 我们没主意 我们就是听余途和晶晶的 对对对 听他们听晶晶的 听晶晶的 那就没完没了了 一会儿一个主意 小朱 我看那别的明星结婚呢 但凡有一点闪失 那就得上热搜啊 太隆重了 太简单了 都有人说 那回礼回的什么 那都得小心哪 那些嘉宾什么的 那都得你们保管了 阿姨 你放心吧 小朱 我看你老叫我们家余途 叫余老师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好几年前 余老师教精英打游戏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么教的 教习惯了 清清就是这么 被余老师给拐走的 他们要跟你们说吗 儿子啊 您还有这个本事呢 余老师 你们今后的女儿啊 可不能这么好被骗 阿姨 那不会 得先打得过她爸我才行 你那时候都五六十老头子了 你还敢年轻人大呢 八十岁 我也能五连绝世行鲜 吹牛吧你啊 吹牛 吹牛 余老师 我得开车送晶晶回去组了 那我先去上海拿东西 回头再去横店找你们汇合 好 你看看 这快过年了 还接了个戏 以后结婚了 可得顾顾见啊 没事 晶晶 你尽管忙你的 这余途在家呢 他能自己照顾好自己 你要是想拍你就拍 不想拍了就在家休息啊 你不用管他 真的 不用管 妈 你以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以前怎么跟你说的 不不 你妈跟我说过 你看呢 就听晶晶的 就听你 晶晶 就听你的 原来阿姨对儿媳妇的要求 就是会照顾好你啊 可惜他一看见你了 就忘记自己的初衷了 太不坚定了 不过叔叔和阿姨 对女婿什么要求啊 找个事就行了吧 那我一出生就赢了 那我一出生就赢了 懒得了一点 哎 又有火箭发射成功了 在太原发射场 前几天好像也有火箭 在九泉发射成功 对 今天发的应该是科学二十号 嗯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因为我关注了好多 你们行业的公众号呀 像中国航天啊 上海航天啊等等 还有你们单位的公众号 我是不是一个 非常合格的航天家属了啊 比我关注的还多 必须是了 那你有没有关注 娱乐圈的公众号呀 对不起 我失职了 来 现在关注一下 这种不自觉的关注我才不行 而且 最近我有一个爱情电视剧要上 哎 算了算了 要是到时候公众号截图一些 男女主角亲密互动的话 有人看了不高兴就不好了 你那个也算爱情电视剧啊 开头就分手了 后面说的不是女主角的事业吗 嗯 哦 对哦 我忘了你看过剧本了 曹帅了吧 不过静静 嗯 你接戏 不用考虑啊 真的 我没事 嗯 知道了 我不会可以避开亲密戏什么的 一切看剧本 不过嘴上说着不建议 每次把剧本拿过去仔细研究的 不知道是谁 哦 于途 喂 我刚刚发到你们单位的公众号 发现了这个 我的婚礼也要这么办 啊 啊 你怎么还不报名啊 只有十二个名额 再不报名就晚了 别闹了 我没呢 我认真的 你说如果我们参加了这次集体婚礼 那我们之前繁星那些事情 不都解决了 第一 不用担心舆论 不会被平头论足 就连酒席都不用我们自己定 而且 嘉宾也只要请我们亲近的人就好了 这不是梦想中的婚礼 什么才是梦想中的婚礼啊 我这么贴心 林姐知道肯定要感动哭了 晶晶 拍演员了 哦 来了 我跟你说了 你赶紧报名 我要去拍戏了 嗯 行 我去了解一下 你好拍戏 怎么着这是 婚礼的事 咱们怎么办啊 我可没参加过明星的婚礼啊 是不是搬得特隆重啊 还得穿西装 她让我去报名单位的集体婚礼 什么 我说你们家大明星 这想法可真是天马行空啊 不过跟你也是不谋而合 之前你参加咱们同事的 不也说省事省心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 几年前 怎么着 打算去报名了 哎 报什么名啊 过几天她就改别的方式了 毕竟我们乔小姐的方案 已经从海边到草地到酒店 又到海边了 下班了